今天电影《冲天活》举行首映离 出席嘉宾有导演林灵东 张啸泉 张兆辉 张瑞文 魏世雅等 听说导演要求全部动作场面都要亲身上阵拍 张兆辉表示并不担心 看来经常拍动作片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对 因为林导演他一早迎接到他就是要很证实的 所以很多动作场面都要我们自己来做 还有就是 其实我也不是太担心 因为工作场面我经常会有拍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导演他有给一些时间我们去练 练过之后练过很多片觉得可以了才实拍自己 张啸泉称和林灵东导演合作过一次 非常喜欢他 对于再度合作也是令人十分期待 就上次跟他拍完 然后就很喜欢他 然后我觉得跟他变得很好的朋友 对 那他找我再次合作 当然非常愿意 拍动作片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受伤 但江啸泉却表示这次没有受很大的伤 反而觉得有点压力 对这次有开很大的大货车 其实虽然我会开车但那种大车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大车有很多的死角 所以其实算是蛮危险的 那场戏又是在虽然是封街 但路上还是安排了很多路人啊 然后摩托车啊单车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压力蛮大的 因为我必须编很快的开 然后也要编演戏 所以其实那场戏压力其实蛮大的 时隔六年张啸泉再度与郭彩杰合作 不知感觉如何呢 对对跟彩杰对过了大概六年再合作 那这一次跟他合作应该算是比较长的 对因为之前的合作其实都是很短 那也因为这次合作跟他变得蛮好的 就真的像兄妹一样 对现在就蛮有默契的 江啸泉的感情生活一直备受关注 那有没有考虑过找一个合适的对象呀 其实应该也还好吧 就该碰到的时候一定会碰到 现在遇到吧 现在 OK我现在就自己一个人在这里 就顺其自然 我也不知道 对对对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